周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称 在9月14日的加州州长罢免特别选举中 没有民主党人与州长纽森竞争 对此 民主党籍候选人凯文·帕弗拉斯 向CNN发送了一封警告姓函 作为回应 据悉 竞选的45名候选人中共有9位民主党人 而帕弗拉特是目前最著名的候选人 随后 在福克斯新闻报道此事后 CNN把报道修改为没有任何或党内支持的民主党人 正在与同党籍的州长竞争 帕弗拉斯还指出纽森的竞选活动标语 反对共和党发起的罢免选举具有误导性 帕弗拉斯拥有一个近170万订阅者的YouTube频道 他形容自己是一个温和的 肯尼迪式的民主主义者 他表示 这次选举已经不是选择左右 选民还有第三种中间选择 帕弗拉斯表示 他将针对20个部分改革加州 包括无家可归和住房危机 周三晚的特别选举辩论中 他也提出了这些问题 新台人加州记者站采访报道